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威和小杨 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青蕾 小杨 你为什么在永威车上 我刚在医院的停车上看见了你 你们要去哪儿 是这样 永威想替他亲妈上坟 想替徐妈妈祈福 他希望我陪他一起去 为什么一定有你陪 你不要去 没事的 我跟永威已经把误会讲开了 他说他对以前的事也感到很后悔 我能谅解他 不行 你叫他靠边停 你跟他说 他要去哪儿 我送他去 你别担心我 没事的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你说小杨的检查结果吻合 符合活体绢肝的条件 是的 知情有救了 方小杨不仅跟嫂子的血型相同 人类组织抗原HLA的比对吻合性也极高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们不是血亲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 还有 当初你带方小杨来的时候 你的那种督定的态度 周医生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你 不要跟方小杨提 我和我太太 都不希望这件事情曝光 怎么 方小杨不知道 那他怎么答应捐肝 方小杨目前是最适合的捐肝者 依照嫂子目前的情况 手术要尽快安排 我理解 我会尽快安排的 谢谢你 他怎么受伤的 从山崖上掉下来 请你们赶快抢救 家属在外面等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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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雷 怎么办 许医生他不接电话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小杨 你先听我说 徐医生应该在医院照顾徐妈妈 我现在去柜台 要护士找人 你在这里等我 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勇威 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要是有什么不测 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是 喂 他在这里 怎么回事 哦 知道了 徐医生 手术是打来的 勇威出事了 你快过去看看 勇威出事了 徐医生 又是你 你又对勇威做了什么 你又刺激他 你和他伤心还不够吗 今天你又把他送到手术室里来 我做了什么 你 徐医生 徐医生 您不要怪星雷 这是 我也有责任 小杨 徐医生 您怎么在手术室 有事吗 柳医生 你负责这个手术吗 是啊 那是我女儿 你女儿 我女儿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女儿 她从悬崖上摔下来 肋骨骨折 右手臂 肌肉神经受伤 胸腔内出血 情况挺严重的 不过 幸好送医院及时 现在需要立即动手术 什么 徐医生 你便急 方向把女儿交给我 我会尽全力 医治她的 好 勇为怎么会 又跟你们在一起 她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你是怎么把她 害成这个样子的 勇为疯了似的 拖着小杨上山 说要替徐妈妈起伏 可是 到了山上面 她就不让小杨下山了 还说 不让小杨 娟肝给徐妈妈 还比小杨跟我分手 我想 我想或许 或许勇为情绪太过混乱 不胜失足 怎么会是这样 徐医生 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看出 勇为今天状态不好 我就不应该答应 跟他上山 如果我稍微 警觉点的话 勇为就不会这样了 你打我 你骂我吧 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小杨 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你不必自责 勇为是我的女儿 她的可信 我最了解 她从来不会退让 怎么办 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的妻子 现在还在 中正病 帮你陷入 火迷 她现在还在 鬼门关切徘徊 生病垂危 我的女儿 遇到这种事情 她们两个 如果任何一个 离开我 要我怎么能够 承受得及呢 徐叔叔 这是我也有错 说什么都没用 现在只希望勇为 能够平安无事 别哭了 何必尽 她们爬 你 你 我 小杨 你在想什么 你还在担心永威啊 永威变成这个样子 我的心里面很难过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他不会伤得这么重的 我多希望躺在里面的人 是我不是他 你不要这样 现在不管任何人受到伤害 都会造成很多人痛苦的 没有人愿意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的心 我的心现在真的好乱 小杨 你想想姥姥 姥姥现在身体不好 若躺在里面的人是你的话 姥姥承受得起吗 我心里面最放不下的就是我浪漫 你就饶了你自己吧 发生这种事 所有的人都遗憾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替永威祈福 希望他可以尽快度过危险 恢复健康 心磊 我现在你也会到不认识你的时候 如果 如果把你还给永威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不幸了 你错了 小杨 别哭了 已经会好起来的 周医生 邦小姐 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 周医生 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我的条件符不符合 你的条件符合 这 真的 徐太太这边的情况很不稳定 我和徐医生已经说过了 如果可以 你也同意的话 我希望能尽快安排手术 我当然愿意 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了 小杨 你要圈根给徐妈妈 可是你们两个非心非顾的 你的条件居然符合 老实说 我也觉得很意外 徐医生找上我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让我来做检验呢 我想 他一定是急坏了 所以才病急乱投医 可谁知道 就这么误打误撞 我的条件居然符合 永未生成这样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了 可是如果 我能够救徐妈妈一命 那就是 可以帮上徐医生和徐妈妈的忙 这样的话 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这么严重啊 不过徐医生 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徐小姐的右手可能完全丧失功能 怎么是功能 这不是宣告 让我们的右手藏废 那么就是说 永维一辈子也不能再疼 她那心爱的琴了 我怎么跟永维说 说她的瘦残废了 她那么心高强 那么好强的一个女孩 她怎么面对这样的现实 她的亲生不亲在九泉之下 你不会原谅我的呀 徐叔叔 不要那么悲观 或许 有别的补迹方法 你不要过来 不用安慰我 我的女儿的手残废了 这种心情 你们是无法理解的 无法理解的 徐叔叔 徐叔叔 都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 因为她就不会成这样子 都是我安永会变成这样的 还没回来 去医院区那么久 还睡着呢 小阳在医院做检验 我不去关心一下 不太好吧 何况姐二十多年生死不明 好不容易知道她还活着 也不让我去看她 没道理呀 但我是外人哪 不让我去 不让我去我偏去 徐叔叔 手术结束了 柳医生 勇为她怎么样 徐医生 你别担心 手术很成功 那她的手怎么样 我已经尽全力 保住了她的右手 日后只要请做运动 应该可以慢慢恢复 右手的机能 徐医生 你要抓紧时间休息啊 您的夫人还需要您照顾 谢谢 好 rete replica ню 快 快 了 快 Breathe 快 快 了 快 徐叔叔 你要振作 行为 我插房的时间到了 你放心 余文威教育我好了 好 我先走了 小阳 余文现在暂时没事 你也够累了 你先回去 梳洗一下 有我在就可以了 听话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你先回去休息 小阳 去吧 我先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医生 徐医生 您是 方先生 对对 方志愿 上次我妈生病的时候 咱们在病房见我面 你好 你好 你怎么上医院来了 徐医生 咱们都是明白人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想见我姐 这事你知道多少 我什么都知道了 连我妈都承认了 我姐还活着 而且 还嫁给了徐医生您 这说起来啊 我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感谢您 您照顾我姐这么多年 要不是您这位大贵人 她哪能逢兄化吉啊 别这么说 我没照顾好之前 让她饱受病痛的指头梦 这生老病死的事儿 谁都能碰到 这没个准啊 我就这么想 晚以后我见不着我姐了 所以今天我就跑过来看看 我想她医生 您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怎么样啊徐医生 有困难 不不 手足之前血浓雨水 您是应该见上知情一面的 就是 知情现在一直昏迷不醒 情况十分危险 所以 禁止接见访客 这样啊 那 您的这番心意 知情一定能够感应到的 这样 您先回去休息 等知情一有好转 我立刻通知您 那好吧 我 雪妈妈 是舅舅的姐姐 那她不就是 我的亲生妈妈吗 这是怎么回事 社区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行 我得问个清楚 我得把事情问个清楚 没意思 拜不好一趟 天下之道 就这黄汤老酒 是我的知己了 小羊 你可回来了 做检验要那么长时间啊 结果怎么样 结果 结果我的康云 跟徐妈妈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吻合 这证明什么 证明 我跟她并不是寻常的关系 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应该清楚啊 徐妈妈是你的亲姐姐 也就是我的亲妈 你在医院跟徐医生说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你到底还想瞒我多久啊 小点声 让你姥姥听见了 她会杀了我的 那这么说 你都承认了 我妈没有死是不是 她不是别人 这是徐医生的太太是不是 我妈没有死 没有死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来来来 你说呀 事到如今 你别怪我多嘴了 对 徐永为的继母 也就是徐医生现任老婆 的确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说她的确是 你小点声啊 要我说你老了也真是的 她怎么能这么狠心 亲妈就在眼前 她怎么能不让你们相认呢 方志浩 你你这个臭小子 你干的好事 你干的好事 我 我 我呛死你 我呛死你 我呛死我了 你 你松开 你松开 你松开吧 你 你干什么呀 你 你就别哭天喊地的了 这只是包不住火的 她们早晚都得相认 你 姥姥 小杨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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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瞒我了好不好 我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 你不总可怜我 是个没爸没妈的孩子 可是现在亲妈就在我面前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这么做 对我是不是太残忍了 小杨 这 这 这一天还是来 是的 你是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 那个等着你姜姥的徐太太 确实是你的亲妈妈 她是我吗 她是我亲妈 对 她不是季伯伯的前妻吗 那这么说 这么说我就是姬伯伯的女儿 那 那我更新来 我更新来不就是头呼一目的亲手足吗 不是 你不是姬家的孩子 不 不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可怎么办 你不是姬伯伯的女儿 你不是 是 那我的亲爸是谁 他是谁 你 你 你妈她离开季家的时候 跟过一个男人 那时候才怀了你 是啊 你妈那时长得漂亮 追她的男人多了 总之 姬伯伯伯他肯定不是你的亲爸爸 你跟姬星雷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你心里好过多了吧 小羊 你虽然不是姬家的孩子 但是你还是不可以跟那个星雷谈恋爱 姬家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家庭 你妈受够了姬家的罪 吃够了姬家的苦 老了是为了保护你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永远都不明白 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狠心无情的妈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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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一朵大了 二十六 你还记得 你妈妈的样子吗 我不记得了 小羊 小羊 你怎么哭了 或许你妈妈的心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她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想念着你 她是我妈 又我的寂寞 就是当年 那个狠心丢下我 不要我的妈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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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你别跑啊 小羊 小羊 老胡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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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吗 你 可惜啊 一口还没喝呢 知道我穷 非得跟我作对 舅舅 干嘛 告诉你 老子我今天心情不好 别烦我 舅舅 小杨两天没到樱桃园去了 我挺担心他的 过来看看 看 看什么看 不是闹退婚的吗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怎么不长记性 一看到你就想对你凶 找小杨 他哭着跑了 我妈去追他了 这祖孙俩 到现在还不见影子呢 出什么事了 你快说清楚啊 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我只不过说了一句实话 我妈就要掐死我 你别看他年纪的 这手还真有劲 你看我这脖子 现在还疼呢 哎呀你到底对小杨说了什么 你知道他这么伤心啊 你别问了 总之我告诉你李刚 你要是有幸娶了小杨 可千万别跟那些娘们儿娶啊 我告诉你 我方之号不会一辈子倒霉 你但我发了 那些给我脸色看的人 都没好日子过 哎 臭小子 总也不说一声 喂小杨 你在哪儿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小杨 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我刚走出樱桃园 你站在原地别动 我马上过来 小杨 小杨你回来了吗 小杨 小杨 你跑到哪儿去了 你到底要姥姥怎么做 不敢告诉你实话 就是怕你受不了 你可不要想不开呀 小杨 你快点回来呀 小杨 我真的好害怕 李刚 我 我跟星雷 在这两代人 错了复杂的关系中 我们 我们该怎么继续走下去啊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小杨 你这样哭 让我都乱了方寸了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小杨 不哭了啊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绝对不会让你 孤孤单单地 面对这一切的 好了好了 不哭了 李刚 这一路走来 我欠你的太多了 我让你难过 让你伤心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求得 你的原谅 我怎么能让我的情绪 再影响到你呢 你总是这样 你装什么坚强啊 你就不能对自己诚实一点 你只用说 就说 是我让你痛苦 我给你压力 我让你难过 对不对 没有 不是你的错 都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 小杨 还记得 你上街卖樱桃 跟个体户发生争执的那天吗 那一天 当然记得 其实 那天我本来打算向你求婚的 在暗地里 我已经 向你求了不止一百次婚了 只是 只是一直不敢大声地说出口 我一直在想 我们两个会在一起的 只是时间问题 可就在那天 你认识了继星蕾 小杨 你能告诉我 如果没有继星蕾的话 你会答应嫁给我吗 李刚 这些年 你对我真心诚意的爱 我心里都明白 如果没有遇到心蕾的话 我想 我会嫁给你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满足了 小杨 我答应跟你退婚 什么 如果你不快乐 就算把你拴在我的身边 那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互相折磨 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我愿意放你走 李刚 别说了 就这样吧 来 小杨 把戒指还给我 喝完 我 我 至于你给我戴上的戒指 请允许我珍藏 小阳 只要你一天没有嫁人 我就等待你一天 十年 二十年 即使牙齿都掉光了 头发花白了 我 毕刚 你不能够再为我做牺牲了 你的人生 不能只停留在我的身上 直到我确定 你幸福的那一天 我才会停止对你的等待 丽康 你叫我怎么回报 你对我的这份爱呢 真实的爱是不需要回报的 好了 不说了 一会儿去哪儿 回家还是 我 我会去医院 在去之情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消消失气 早点回家 要不然 姥姥和我都会担心的 我怎么回家 很无聊 怎么回家 你身边 我帅 Padraha 你身边 不需要 你身边 或是不需要 对 你身边 让我 担心 要不需要 你身边 空 也服了 凤婶 徐医生 您怎么来了 你这脸色不对 是不是知情他 不是知情 是永威 他出了点意外 刚刚做完手术 严不严重啊 没事 已经脱离危险了 凤婶 知情的事您知道了吗 向阳检查的结果出来了 他的抗原 跟知情完全相符 如果 有小杨捐肝 我相信知情一定会脱离危险 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凤婶 怎么回事 您不是为了小杨的检验结果而来的吗 徐医生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小杨 他人不见了 我找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我以为他上医院来了 小杨不见了 是这样的 小杨已经知道知情是他的妈妈了 什么 这 那季家的事 小杨也知道了 不不不 我没跟他说 我瞒着他是季家的孩子 我不能让季伯海认他呀 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小杨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会跟小杨说一个字的 只不过小杨不见了 那知情 知情该怎么办呢 我本来以为 小杨可以救知情一命 可 可现在 现在知情还在昏迷之中 我怕知情他撑不住我 他撑不了多久呢 我不知道小杨他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恨知情 也会不会恨我 你坐在身旁 微笑不说话 午后的阳光 温暖着灵墙 还记得你 我期待明车 带着梦想 无际的飞扬 一边唱歌 一边在晚霞 一路走到太阳回家 我爱你 希望不在海边 幻想着明天 遗忘的时间 当中轮盘 向你的脸 依然美与美与不灭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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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边 幸福你的劲 幸福那么甜 时光热热情消遣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